就是说现在是您的一项企业是两家投资公司 对 还有就是您最高的薪水原来就拿过一万二 现在呢您给出的期待薪资是两万 对 对 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逻辑好不好 为什么说我的月薪是在一二千人士 我要就是两万 在三星期以下的人士是一万五千块钱一个月 加提升加分统计块 就是综合薪资对吗 对对对 我看你的这个你的目标企业是我和磊哥 我想问的是你以前做的是九行业的营销 就你觉得到投资公司你能做什么呢 我到投资公司我可以就是因为你投资公司更多的是做股价投资 其中那边的那个下面很多投资新工投资下面 因为我说了一些没说到太多质量 不是那个徐先生就是您不是做擅长深入分析吗 您现在就是投资你自己的时间进入某一家企业 您刚才分析深入分析了吗 我觉得你基本上属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对股权投资有一点点皮毛的认知 但是跟你在这个行业求职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你是适合给别的企业做品牌营销方案的 所以你更偏向于公关公司 而我们是投资机构 其实是不同 投资机构里头不会再去帮我们的被投企业说做品牌营销方案之类的 这样就太细了 等于说我们在干预他们的业务了 其实我们投的公司也是需要一些这个品牌的策划的负责人的